铁浮河的河床出现断层石崖 下跌迅猛 下游水势 顿时爆炸 陈平安站在河畔石崖上练拳 来来回回都是那走庄六步 阿良不知何时站在石崖边缘 水花四溅水声滔滔水雾弥漫 好在暮春时节寒气已降 并不显得寒意刺骨 阿良大声说道 你练这个拳呢 没太大意思 这走庄是个很入门的小架 随便哪个江湖门派都有 倒是那个力庄还算马虎 最少能够帮你勉强活命 像是调命用的药材 不明贵 但好在对症下药 少年听在耳中笑了笑 没说话 因为姚老头说过 练拳之时切记泄气 阿良点了点头 但是一件没意思的事情 有意思的人可以做得很有意思 你这么练拳问题不大 武道一途本就是实打实的滴水穿石 靠的就是水墨功夫 陈平安练拳完毕 擦了擦额头汗水 他问 阿良 你不是那个什么神仙台未尽吧 阿良笑道 当然不是 他念诗那是一套一套的 酒品奇差无比 一喝高了就喜欢一把鼻涕一把泪 比李怀还不如 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陈平安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阿良这么直接了当 那毛驴和酒葫芦 自然都是未尽的 我可没他那么穷讲究 喝酒倒是喜欢 骑驴看伤盒什么的 真做不来 慢腾腾的能把我急死 陈平安小心翼翼的问 他不会是死了吧 我杀他干嘛 杀人夺宝啊 陈平安看着阿良摇了摇头 我相信你不会杀他 阿良拿起本该用来养剑的酒葫芦 喝了口酒 这只养剑小葫芦 是他送我的 我教了他一手上乘剑术 那小子毛色顿开 终于打破了平静 所以闭关去了 作为酬佬 他就把葫芦送给了我 别觉得我占便宜 是他赚大夫了 我只是帮着照看这头毛驴而已 风雪庙兵家建修的十楼 想要破开 难得很 不过这种话 阿良不想跟陈平安解释的太清楚 路啊 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陈平安有些奇怪 他问 阮师傅为何没有认出你来 阿良找了个地方坐下 晃晃银白色的小葫芦 葫芦里的本命剑气游在 且无残缺 这意味着主人尚存 神魂体魄皆全 你们东宝平州是个小地方 阮雄不觉得在这儿有太过吓人的高手 能够啊 瞬间斩杀魏晋不说 还能够快到连魏晋的本命飞剑都来不及联系 陈平安惊讶到 小地方 有人说我们东宝平州王朝有千百个 我们到现在还没走到大黎边境呢 阿良扭头把酒壶丢给身边站着的少年 你也知道是走的呀 来来来喝口酒 男人不会喝酒 就是白走一遭了 不喝酒 诸和说过 练武之人不能喝酒 陈平安小心的接过酒葫芦 坐在阿良身边 递还给他 阿良却没接 陈平安只好小心翼翼的捧在怀里 望着河水 他轻声感慨 也是 我见过踩在舰上飞来飞去的神仙 从咱们小镇头顶飞过去 很多 阿良现在一听到诸和就有些烦 偏偏身边这家伙喜欢拿自己跟诸和比较 陈平安笑问 阿良 你真能叫魏晋剑说 那你岂不是比诸和还要厉害 你看又来了 阿良叹了口气 我呀 也就是脾气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陈平安是真的很好奇这件事 他打破砂锅问到底 难道 还有厉害很多 阿良一把抢过酒葫芦 仰头灌口酒 满脸嫌弃 滚滚滚 陈平安哈哈大笑 转头看着一脸郁闷的斗链汉子 眨了眨眼 其实我知道 你比诸和厉害很多 阿良总算好受些 陈平安马上又补了一句 语气诚恳的说 我觉得两个诸和都未必打得过你 阿良无奈道 你如果真想拍马屁呀 有点诚意行不行 好歹把未必两个字去掉啊 陈平安默不作声 嘴角翘起 望着那条声势浩荡的青涩瀑布 他突然说 阿良 谢谢你 阿良一口一口喝着酒 随口问道 嗯 谢我 谢我做什么呀 既没有教你练拳 也没有教你练剑 陈平安盘腿而坐 习惯性的双手食指在胸口 练习剑炉拳装 遇到你之后 觉得外边的世界 没那么让人觉得害怕了 因为我发现原来外边 也是有好人的 不是 谁都是本事高就 随意欺负人 一路上李怀诸禄那么说你 你也从不生气 阿良笑着喝了口酒 慢了一些 这番表扬啊 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让我喝口酒压压惊啊 不过你小子也会害怕 敢小小年纪的 就在小巷里杀神仙人物 还敢和这班山员正面硬扛 敢二话不说 就带着小宝瓶出来远游大随 你胆子真不小 陈平安轻声说 有些事情做了 是因为必须要做 不代表我就一点不害怕呀 我就是一个烧瓷的遥功学徒 胆子能大到哪去 阿良点了点头 嗯 是这个脸 两两无言 唯有水声 阿良率先打破沉默 如果在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你做了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刻下一个传承千秋万年的大字 你会挑选哪个字 陈平安想了想 应该是我的姓氏吧 我爹娘都姓陈 刻下陈这个字多好 阿良摇头叹息 臣俗气 不像我 阿良很快自顾自解释 正常正常 像我这样的奇男子 毕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牛羊成群于平地 猛虎独行于深山 寂寞呀 斗笠汉子兴许是自己把自己说感动了 赶紧狠狠灌了一大口酒 草贤少年突然咧嘴笑起来 笑得怎么都合不拢嘴 像是也想到很开心的事 这绝对是稀罕事啊 于是阿良就问 想什么呢 傻乐呵 少年有些脸红 他难言道 如果可以多刻字的话 那我就在那堵墙上 写下心爱姑娘的名字 阿良呲牙咧嘴嘖嘖道 那你多烧香 祈求你未来媳妇的名字只有两个字 如果是三个字四个字 呵呵 陈平安愣了一下 难道还有人的名字是四个字 那不是很怪吗 阿良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陈平安 以后多读书啊 陈平安 有些难为情 阿良猛然惊醒 陈平安 你有喜欢的姑娘了 谁谁谁 赶紧说出来啊 让我乐呵乐呵 陈平安笑眯起眼 摇头说 没呢 阿良伸手指了指少年 一开始就知道你不老实 陈平安小声问 阿良 你现在还打光棍呢吧 你闭嘴 一开始我就知道了 阿良伸出大拇指指着自己 知道在别的几处地方 多少女侠仙子哭着喊着要嫁给我阿良吗 陈平安一本正经的回答 我当然不知道 阿良吃别后默默喝酒 陈平安问 对了阿良 你刻了个什么字啊 可以说吗 阿良立即神采焕发 得意洋洋 那可了不得 我那个字 写的铁化银钩天下无双不说 关键是那个字很有味道 朗朗上口气势如虹 比起什么姓氏啊 浩然啊 雷池啊 要好上太多了 你是不知道 为了阻拦我刻下这么个字 好些个老乌龟老王八蛋 脸都黑了 没法子 就怕货比货 其中有几个辈分挺高的家伙 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差点就卷起袖子 跟我干架 我才懒得理睬他们 你们几个不要脸皮的合伙 打我一个 我不跑 我傻啊 对吧 当然了 我是刻完字才跑的 陈平安有点后悔 问了这个问题 阿良呢 一脸 你快问是哪个字的表情 陈平安轻轻转头 重新望向河水 打死也不开口说话 阿良呆若目击 斗笠汉子轻轻塞好香气四溢的酒葫芦 显然是连喝酒的兴致也没了 就在此时 陈平安默然的睁大眼睛 发现铁服和下游的河面上 竟然有四五人连妹踏水而行 有白发苍苍的缩衣老人 高歌着自古名山带圣人 有衣衫艳丽的妖艳女子娇笑连连 还有身穿道袍的小童子 手持竹杖老气横丘 陈平安瞪大眼睛 喃喃道 神仙 阿良连正眼都没瞧一下 哼 腰 朱河手持这一串红色铃铛 急促响动 他往陈平安和阿良这边飞奔而来 脸色沉重 这是老祖宗留给我的镇妖灵 一旦有妖魅山精靠近灵荡百丈之内 便会无风自想 阿良前辈 陈平安 你们最好小心些 先离开这河畔石崖 以免发生不标的冲突 陈平安想了想 就要起身 阿良根本不看河面那边的奇异景象 拔出酒塞子 对两人晃了晃 我喝过这口酒就走 很快的 朱河有些焦急 阿良前辈 咱们大离朝廷对于山野妖魅的管束 一向极为宽松 只要不闹出人命 一般是从来不插手 阿良啊了一声 说这样啊 赶紧起身 就要跟他们一起离开石崖 给那波不速之客让路 但是河面之上 那五位神异非凡的家伙 各自的境界修为高下立判 道行最高的苏伊老嫂 第一个像是被天雷劈在脑门上 止住身形一动不动 之后四个皆是如出一辙 再然后啊 又是满身仙气的老嫂 第一个掉头撒腿狂奔 这次可顾不上什么神仙风采了 恨不得手脚并用 之后四个人仍是如此 阿良一脸假的 不能再假的狐一神色 还带着坏笑 诸和咽了口唾沫 手中的铃铛 已经寂静不动了 他试探性的问 阿良前辈 这是 阿良系好了那只银色小葫芦 揉了揉下巴 难道是我杀气太重 陈平安小声问 阿良 是那些家伙认出了你的这只养剑葫芦 阿良爽朗大笑 搂着少年的肩膀走下石崖 有可能 有可能啊 养剑葫芦里大有玄机嘛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阿良突然松开手 让陈平安先回去 草鞋少年小跑着离去 阿良仍然跟诸和勾肩搭配 他低声问 诸和啊 你是五夫第五境 对吧 你是怎么含蓄的让陈平安觉得你是高手的呀 你不如教教我 否则我费了这么大力气 摆摆摆了那么多高手架子 那小子照样睁眼瞎呀 诸和身体僵硬 忐忑不安 阿良前辈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 这可就没劲了啊 阿良前辈 我真不知道 前边少年转身倒退着小跑 面朝着阿良大声笑问 阿良 那个字到底是啥呀 阿良顿时神采飞扬 咳嗽了一声 一手扶了扶斗力 一手高高伸出大拇指 猛 少年跟河面上那五个家伙一样 如遭雷击 然后默默转身 飞奔离去 嘀咕了一句 你大爷的 铁匠铺子这边 总计挖出七口水井 井水甘甜 冷气森森 传言那个在齐龙巷 住过一段时间的阮师傅 是会驻见的神仙 连朝廷也敬重得很 礼部官老爷和小吴大人 都曾经亲自去拜访过 所以阮师傅的身份不简单 绝对是假不了 很多人呢 都想把孩子塞进铁匠铺子 只可惜已经不招人了 不过阮师傅 倒是有次去镇上买酒 挑中了两个孩子做学徒 第二天酒铺子 那就人满为患 全是大人长辈拎着自己孩子 问题在于 没人真正买酒 眼巴巴等着阮师傅 能够看中谁 孩子可不管什么前程不前程 撒腿闹得欢 鸡飞狗跳吵翻天 小镇其实在县令无缘出现之前 只知道自己是大骊子民 龙瑶是为大骊皇帝家 烧制瓷器的 也就仅此而已 其余的呀 一概不知 小镇人员流通极少 根本不存在什么拜访亲戚呀 出门游学呀 远嫁他乡啊 书上不教 老辈人不说 世世代代皆是如此 四姓十足当中 知道一些内幕的人物 更不敢泄露天机 那些本命词被挑中的幸运儿 能够走出去欣赏外边的大好河山 在黎珠洞天破碎下坠之前 根本没有一锦还乡的机会 这是小镇四方圣任早年定立的规矩之一 如今按照县衙张贴的告示和十字之人的讲解才知道 以前是因为龙泉县的山路太过险峻 如今朝廷花了大力气才开通道路 是为了开山一事 要把那些山头啊 送给某些乡中此地风水的大人物 与此同时呢 县衙礼防立员为首的一拨人 开始为辖敬百姓讲解各种规矩 应该如何与外乡人相处 比如不可胡乱对着外乡人指指点点 志同不可冲撞街道行人 绝对不许擅自触碰外乡人的坐骑等等等等 如果一旦出现任何争执啊 百姓则必须如实向龙泉县衙禀报 不可自作主张 官府呢会秉公处理 四姓十足对此并未展露出太大的热情 更没有帮着县衙出面做点力所能及的意思 更多的是冷眼旁观 至于是不是等着看县衙闹笑话 就只有吴渊和那帮老狐狸肚子里边最清楚了 小镇的巨大变化 对自幼在兵家祖庭风雪庙长大的阮秀而言 感触不深 或者说也不在意 他自从遇到某个矮冬国之后 就心情郁郁 那蛮横妇人大摇大摆去了陈平安家的宅子不说 还把院门和屋门的同所都给弄坏了 他之前跑去给两栋宅子打扫的时候 刚好撞到那波前去换所的人 阮秀气得柳梅倒树跑上前去讲道理 那几个人呢仿佛知道他的身份 毕恭毕敬的道歉赔礼 但是幕后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摆出一副阮小姐你就算是活活打死我们 我们也不敢说的无赖架势 这也就罢了 阮秀让他们交出救所和崭新钥匙 回到铁匠铺子就碰到那矮冬瓜 他竟然还有脸笑咪咪的说是自己不小心才打坏了通所 阮秀还依照约定 故人修缠了泥平像一栋无人居住的破败宅子 屋顶坍塌出一个大洞来 房梁腐朽红漆菠萝 阮秀要那些小镇出身的泥瓦匠仔细的修补 小心的添砖加瓦 最后实在不放心 还专门盯着他们做事大半天的功夫 再就是乡邻的鸭碎铺子和草头铺子 都挂名在了陈平安的名下 两间老字号铺子的老伙计走得七七八八 值得另外雇佣伙计 他不敢挑选一些油滑之辈 便让自家建铺的人推荐了些性情本分 却手脚伶俐的富人少女帮忙打理生意 压碎铺子继续贩卖各式糕点吃食 草头铺子呢 则继续兜售杂项物件 闻完轻贡古琴字画 五花八门的东西什么都有 阮秀只要是建铺没事的时候啊 就会趴在某一间铺子的柜台上愣愣出身 很多时候 大半天时光就这么悠悠然流逝 反正不用他招揽生意 他也不擅长跟人讨价还价 事实上这两家铺子都属于陈平安的家底 秦姨少女恨不得一块糕点卖出几两银子的天价 只不过终究是心性淳朴的少女 没好意思那么干 只是犹豫着 要不要帮他找几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 帮着铺子多赚些钱 但是他又怕那样的人 等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不喜欢 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呢 就连糕点也没那么馋嘴探吃的少女 原本圆圆润润的下巴 逐渐的有些尖尖的了 如小和露出尖尖角 清心动人 阮雄倒是几次提起 要是他觉得小镇这边闷的话 还可以去神秀山 横朔峰那边走走看看 山水风光还不错 只是少女一直提不起这个劲来 一直拖拖拉拉 阮穹也就此作罢 但少女越是这么昏昏噩噩 打铁铸剑的时候 反而越是聚精会神 神意充沛 境界攀升更是一路高歌猛进 这才让阮穹放下心来 既然于修行是好事 他就不会指手画脚 因为一个凡夫俗子的坟头 早已清草匆匆 甚至子孙也已白发 可是曾经同龄的修行有成之人 却依然还是女子貌美的光景 阮秀这两天更加心烦了 因为每次他来到铺子发呆 都会有人来打扰 这两天来打扰阮秀的呀 是一个腰间别有一只珠红色长笛的年轻人 锦衣玉带 头戴紫金罐 很趾高气昂的座态 可是这个人的样子 他倒是忘了 或者说呀 从来没认真看过 因为阮秀自年幼记事起 就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 因为他爹是阮穷 不但是风雪庙大修士 更是东宝平州首屈一指的住建师 不过到了这里之后 阮穷跟他说过 已经跟大黎朝廷打过招呼 在甲子之内 大黎不可以对外大字宣扬 用他阮穷这块金字招牌来谋划什么 一旦被他阮穷发现 商量是可以商量 但是结果如何 阮穷不会保证 阮穷在动天下坠 沦为大黎版图之后的那场厮杀 不但杀得周围羞士肝胆欲裂 其实连大黎朝廷和更远的山上势力 都已领教过圣人阮师的脾气 没人愿意拿性命 来跟阮穷讲道理 敢这么做的人 要么被阮师啊 在自己的地盘上 名正言顺的打死 要么被他拉进自己的地界 再光明正大的打死 都不用阮穷直说 大黎那小撮真正的大人物 其实啊心知肚明 这位从风雪庙脱离出来 自立门户的圣人 真正的逆临所在 是他那个公认天资卓绝的女儿 若非阮秀的缘故 阮穷当初绝对不会从风雪庙离开 从齐静春手里接过黎珠洞天 因为当时没有谁会将坐镇这座小洞天 视为美差 那意味着一身修为和境界 受到天道压制 能够维持境界不跌落 体魄不朽坏 已是极致了 当然齐静春是个例外 很大的一个意外 既然阮穷的命脉是他女儿 所以如今大黎刻意帮忙保密 绝不敢轻易对外提及阮秀的名字 于是就有不明就里的家伙 无意间逛荡到小镇齐龙巷的草头铺子 见到那位马尾辫少女后 立即惊为天人 心想一间铺子的少女罢了 身份撑死了也告不到哪去 以她的容貌谈吐和绅士背景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让她对自己一见钟情 心甘情愿地做那红袖天香的奴婢 束手研磨的丫鬟 不过她到底是身负家族使命 来这里买山头 而且小镇如今藏龙卧虎 不说那位高高在上 且脾气暴躁的兵家圣人 大黎礼部和青天剑的人都在 据说连县令都是大黎国师的得意门声 所以这位公子哥谨守父辈的叮嘱 到了小镇夹起尾巴做人 真要闯了祸呀 家族连收尸都不会做 所以她绝不敢像在自驾侠境内 那么胡作非为 你再说了 抢抢民女什么的 她做起来虽然熟门熟路 可真的很无趣呀 这位自诩风流的年轻公子哥 估计啊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那个看上去傻乎乎的慵懒少女 竟然姓阮 她今天呢 又跨过门槽 装着在一排排百宝架上挑选新衣物件 然后装着跟一位妇人砍价 最后笑着开口 跟那位像是小掌柜的轻衣姑娘打招呼 轻轻扬起手中那块挺有眼缘的书案轻共识 一手高 却是云头鱼角美人腰的模样 定价三十两银子 她问那少女说能不能便宜点 三十两银子实在太贵了 实则对她来说 三十两黄金又能算什么呢 软袖头都没抬 淡淡的说了一句 不能 男子故作潇洒的耸耸肩 说这块石头她买了 最后啊 她又挑了两样物件 又问那少女买了这么多东西 总该便宜点了吧 而且她要在小镇常住 肯定是回头扣 所以呢 她会经常光顾生意 总之啊 啰里巴缩一大堆 柜台那边软袖听得心烦 还是没抬头 淡然的说 东西可以卖 照着价格付钱就是 华少说 那年轻公子哥不怒返校 有何 看不出来 还是一匹性情真烈的胭脂马 她还真不生气 只觉得激起了自己的求胜心 本来买山一事啊 就板上钉钉了 她不过为财大气粗的家族 露个脸 画个鸭而已 为何不找点无伤大雅的乐子呀 于是她让夫人将三件东西打包之后 离去之前 笑着说 这位姑娘 我明天还会来的 阮袖终于抬起头 第一次正视她 你以后别来了 年轻男人 饶有兴致的宁氏少女 真是一张越看越喜欢的脸蛋 绝对不是家里那些呀 用之俗粉可以媲美 所以她笑眯眯的说 为什么呀 阮袖脸色平静 这家铺子是我 我朋友开的 所以我可以决定 欢迎哪些客人进门 不欢迎哪些客人来碍眼 那人指着自己的鼻子 笑容更浓 我碍眼 姑娘这话从何说起呀 阮袖重新趴在柜台桌面上 挥了挥手 你走吧 我不想跟你这种人说话 铺子外边 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健硕男子 满脸不悦和利器 冷冷的看着那个 不知好歹的市井少女 年轻男人 笑着朝那名护总摆了摆手 眼神示意她 别吓着自己的盘中餐 赴完账后 她走向门口 不忘回头说了句 明天见啊 阮袖叹了口气 站起身 绕过柜台 对那个刚刚跨出门口后 转身站定的家伙说 我劝你以后 多听听别人说话 年轻男子看着少女 那令人惊艳的婀娜身姿 感慨自己这趟真是厌妇不浅 至于少女说了什么 她自然听见了 只是啊 没有上心 更不会当真 那名护总 骤然间身体紧绷 头皮发麻 如芒在背 正要有所动作 只见轻衣少女 和自家公子 一起冲向了 骑龙巷 对面的墙壁 她眼睁睁看着公子 被那少女 一手按在额头 最后整个人的头颅和后背 全部嵌入那堵墙壁之内 年轻公子哥瞬间失去知觉 蹊跷流血 他背后墙壁被砸裂出一张巨大珠啊 少女对着翻着白眼 昏死过去的男人说 以后要听劝 听明白了吗 嗯 还是不听 少女高高抬起一腿 又是一脚迅猛踢出 本就可怜至极的公子哥 连身躯带墙壁 一同凹陷下去 很是惨不忍睹 少女收回腿 转身走向铺子 对那个丝毫不敢动腾的高大护丛说 人抬走 记得修好墙壁 那五夫第五境的护丛 咽了口口水 连一句狠话都不敢说 他只是明面上的贴身护卫 真正的顶梁柱 是一位外姓家族供奉 如今还跟诸多势力一般无二 去了山里 跟随在大骊礼部侍郎和青天剑青吴先生屁股后头 既是与大骊朝廷联络感情 也是象征性查看那两座重金购德的山头 不是第五境五人烂大街 谁都可以欺负 而是这位马尾辫的小姑娘出手 太过恐怖啊 要知道 自家公子已经寄身第四楼 虽然比不得那些仙家府邸的真正天宗奇才 可只要最终能够寄身第五楼 那就等于拥有了雄聚一方的霸主资质 毕竟在五人辈出的大骊版图上 炼器事比起五人要吃香太多 所以那两座山头会是自家公子的龙兴之地 这位第五境五人顾不得自曝家门震慑那个出手狠辣的少女 他赶紧飞掠到巷子对面的墙下 片刻之后眼眶通红的男人猛然转身脸似铁青 他破口大骂 小贱货 你知不知道自己打烂了我家公子的修行根本 阮秀已经走入铺子 文言停步 却没转身 只是扭头说 知道啊 我故意不杀他留着他受罪呢 那五人几乎要疯了 这小丫头会不会是个脑子坏了的疯子吧 少女笑了笑 你骂我我不跟你计较 因为我会跟你家族算账 按照你们的套路 一般是打了小的跑来老的 所以你大可以喊那个家族的长辈朋友之类的 让他们过来找我麻烦 放心 我就在这等你们 什么地方都不去 如果你们寄门人来寻仇 也没人来道歉 事先说好 那别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少女想了想又说 如果你们的老祖宗或是家族元首 真能打败我 那我也会把我爹搬出来 没办法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 少女说着 突然莫名其妙开心起来 笑得需要鸣其嘴 才能不让自己显得那么开心 如今她好像多出了一个朋友 就是这间铺子的主人 那护聪五人 瞠目结舌地看着少女诡谎笑意 可以确定她真是疯子了 她不敢多逗留 当务至极 是尽可能留住自家公子的修为 她背起自家公子 在麒麟巷飞奔而走 能够成为重要人物的贴身护卫 终究不是蠢人 她跑出一段距离后 立即对着某处大声吼道 我家公子是封城楚家 是你们大黎的贵客 我家老族更是摇陵山副宗主 但是并无任何反应 这位五人瞬间透心凉 遍体声寒 那些潜伏暗处的大黎蝶子 选择了见死不救 这绝对不合常理 不合规矩啊 五人如丧考彼 难道自家公子惹上了 不能惹的硬钉子 可是老祖宗不是分明说过 除去先后两位圣人不提 世代盘踞小镇的那些地头蛇 并无太大成就吗 怎么小小一间铺子的少女 武力就如此惊人呢 远处一个年轻人悄然坐在事业遮蔽的墙头 单手拖着腮帮子 打了个哈欠之后 冷笑一声 真当我大黎 怕你一个封城楚家 最后他收回视线 望向那间草头铺子 已经看不到柜台后的少女身影 他轻声笑道 不愧是传说中风雪庙第一好说话的姑娘啊 她很快收起笑意 继续监视四周动静 一有风吹草动 她有权力调动附近所有大理死士 出手杀人 可以不计代价和不计后果 无论对方是谁 但是他同时也猜得出来 这场风波不会到此为止 说不定就会牵扯到皇帝陛下 当然还有那圣人阮穷 因为封城楚家 可以拿这件事上纲上线 大做文章 以形式舆论压迫大理朝廷 大理如今国事鼎盛 什么都不怕 唯独对于文人轻易 一向极为重视 先帝与当今陛下皆是如此 十分厚待和容忍读书人 铺子内的几个妇人少女啊 一个个吓得战战兢兢 大气都不敢喘 哪想到那平时脾气那么好的秀秀姑娘 能有这么一面呢 一出手就把人打个半死不活 少女趴在柜台上继续发呆 她突然想起什么 从柜台抄体里拿出一块小石头 放在桌面 然后少女换那个姿势 脸颊贴在桌面上 伸出手指轻轻拨动那颗石头 看着她滚来滚去 秀秀姑娘 秀色可参 却说龙泉县西南边境地带 落魄山山市宛如独树一帜 格外瞩目 一行人按照规矩 临近龙泉地界后 便选择脚踏实地的行走至此 并未遇风凌空 或是遇见飞略 之后他们就要入山 去勘探那座出产斩龙台的龙脊山 那将是东宝平州最大的一块魔剑石 哪怕一分为三 单独拎出来一块 也是如此 对于这四位出身一州兵家祖廷的修士而言 徒步行走山岳胡泽 算不得什么苦事 毕竟风雪庙兵家修士 一向看重淬炼体魄 这本身呢 就是在砥砺修为 既是修力 也是修心 当死人看到远处阮尸的身影 纷纷加快脚步 主动向这位宗门前辈抱拳行礼 阮雄在风雪庙 辈分算不得太高 但是口碑极好 开辟出那座 匪生南北的长聚剑炉后 先后为同门铸建十余靶 结下了许多善缘和香火情 但真正让阮穷获得风雪庙六脉势力的共同认可 是一桩大风波 东宝平州中部如日中天的水浮王朝 大漠山庄是首屈一指的仙家府邸 有一位天资卓绝的年轻老族 刚刚破镜身为陆地剑仙 缺少一把衬手兵器 听闻阮雄铸建枝树登峰造极 亲自登门风雪庙绿水坛 向阮雄求见 许诺了他一份天大好处 可当时阮穷啊 答应为一位文清风的晚辈铸建 需要耗时数年 不管那名生性桀骜的剑仙如何劝说 阮穷只说自己铸建 只讲究先来后道 他可以为大漠山庄免费打造一把剑 但只能是当下这把剑出炉之后 为此这年轻剑仙觉得阮穷是故意羞辱自己 一怒之下大打出手 阮雄当时只是酒楼修饰 偏着重伤也不曾低头 一战成名 大漠山庄为此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代价 除去那名陆地建仙 被拘押在风雪庙受罚五十年 短短六年之间 风雪庙六脉各有一人前去大漠山庄挑战 打得大漠山庄从浮水王朝 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掉落到二流势力垫底 至今尚未缓过世了 阮穷笑着向四人抱拳行礼 风雪庙并无繁文辱节 便是晚辈面对那些修为通天的老祖 礼仪仍是如此简单 阮穷与他们说过了一些龙起山事宜 以及大离朝廷在龙泉县的大略部署随口问道 神仙台未进 此次是不是与你们同行北上啊 一位白衣附件老人笑道 宗门中途有传递过飞剑讯息 魏师伯这次确实北上了 只是却没有与我们同行 好像听说贺仙子此次作为道家代言人 进入了这座黎珠洞天 师伯这才愿意赶来凑热闹 如果没意外的话 应该已经见过了那位南归宗门的贺仙子 阮穷问 你们有人见过魏晋吗 四人都摇头 不曾见过真容 附件老人问 阮师有此问 可是有事发生啊 阮穷笑着摆手 只是好奇而已 如果我没记错 魏晋堪堪四十岁 就已坐稳十楼静静 神仙台也确实需要有人站出来 挑起刘老祖一脉的大梁 五人一起行走在僻静山路上 附件老人辈分和修为都最高 其余三人则称呼魏晋为魏师伯祖 老人与阮师并肩而行 风雪庙六脉 以神仙台最为香火担保 几乎沦为士族王朝数代单传的惨淡景象 恰恰又是神仙台在三百年中对风雪庙贡献最大 所以阮师曾经所在的绿水潭 老剑修所在的大泥沟 都对神仙台抱以由衷的善意和期待 哪怕风雪庙内部六座山头各有争执 但是如果门风严谨 传承有序的神仙台彻底消逝 那么不管对风雪庙哪一脉 注定都不是好事 老人闻言扶须笑道 魏师伯天纵奇才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江湖上也赢得诺大名声 说不定下次见面 就是咱们东宝平州 最年轻的上五楼大修士了 阮琼轻声道 数大招风越是如此 越要小心哪 老剑师转头 看着软穷凝重的神色 顿时了然 等这次试了返回风雪庙 我就会跟宗主建言 争取将魏师伯召回宗门 魏师伯不管如何 最好等到成功计身上五楼之后 再行走江湖 阮琼点了点头 这是老成之鉴 理当如此 相信魏晋在江湖闯荡多年 也见识过人心险恶 能够理解宗门的苦心 老人欲言又止 阮琼摇头道 最后魏晋愿不愿意 回到风雪庙修行 那就是他自己的决定 阮琼突然望向小镇那边 一抱拳 我家秀秀出了点事 我得过去看看 就不与处伪同行了 傅见老人一条眉头 已是满身杀气 阮师 若是不方便出手 打声招呼 交由我来 谁敢欺负咱们秀秀 我腻味了不是 阮琼会心一笑 小事而已 说吧 身形拔地而起 转顺 转顺 即是 却说 傅见老人满身杀气 阮师 若是不方便出手 打声招呼 交由我来 欺负咱们秀秀 活腻味了 阮琼身影 消失之后 风雪妙气 与三人有些诧异 不晓得这傅见老人 何时如此喜爱 宠妮秀秀了 要知道这十多年来 老人多仗见远游 不曾待在山上 与那位小姑娘 自然算不得如何熟悉 甚至远远不如他们三个 倒是大泥沟秦老祖 确实很早就对小姑娘 刮目相看 老剑师 脸色平静 缓缓前行 只是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 自己这一脉 秦老祖的 私下言语 风雪妙的妙太小 容不下阮秀的 却说草头铺子 阮琼走入铺子 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直接用 东宝平州雅言 与自己闺女说话 那些小珍妇人少女 虽然为了店铺生意 暂时只学了一些 与外乡人打交道的简单 可保不齐会有意外 阮琼便用手指轻轻敲打柜台 少女茫然抬头 疑惑的问 爹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不打铁吗 阮琼柔声说 出来说话 妇女二人离开了铺子 走在行人稀少的骑龙下 在阮琼出现后 那波大骊碟子死士 就自行悄然撤退 这是在对一位兵家圣人 传达一种无声的敬意 阮琼对此暗暗点头 见微知著 心想大骊能够有今日强盛的国力 不是没有理由的 阮琼有些恼火 他问 是那个封城楚家 跑去跟你告状了吗 事先说好 我出手之前 警告过那人很多次了 阮琼笑道 多借给封城楚家几个胆子 也不敢拿这种破烂事去翻店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人 携众礼登门道歉了 阮琼嘀咕道 那家伙看着就让人恶心 跟那个矮冬过一个德行 满身业障因果 只不过是厚薄之差而已 这种人寄身中午楼后 不知道要祸害多少人 如果不是担心给爹惹麻烦 我当时就一掌拍死他了 省得将来造孽 阮琼深呼吸一口气 额头渗出汗水 幸好自己方才驱使阴神出窍 气息将整条骑龙像罩住 已经无人可以探查此地动静 要不然阮琼这些话 落入有心人耳朵里 那就真是疑惑无穷了 世间练气势百家争名 柱子百家中又以阴阳家 最擅长查探人之气韵业障 但那些本事能耐 几乎全是后天修行而成 所行神通 往往亦是顺势而为 如同抽丝剥茧 小心翼翼 佛家对此更是讳莫如深 只恨避之不及 唯有兵家 罪是肆无忌惮 一副谁也敢杀 谁都可杀的架势 但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假象 可是自家这个闺女 不一样 很不一样啊 她自幼便能看穿人心 看到他们的七情六欲 和因果报应 随着修为增加 她甚至能够直接斩断因果 一旦杀人 后果更是匪夷所思 这绝不是天生火神之体 能够解释一切的 阮琼只知道在女儿眼中 这个世界的色彩 与别人不一样 阮琼为此翻遍了风雪庙 珍藏典籍 只有一个失传已久的 古老说法 勉强能够解释原由 天生神灵 应运而生 所以阮琼之前 才会主动要求 贬折到黎珠洞天 试图在阮琼真正成长起来之前 为她迎娶六十年 遮蔽天机的时间 却说铁符河水面上 那些个已经化为人形 稳固魂魄的大妖 不知为何要仓皇撤退 珠和手中同龄的铃声 自然而然随之停歇 只是珠和担心那些 光天化日就敢行走 人间的大妖使了什么障眼法 便让阿良前辈 暂时不急于沿着河水南下 他高高提起那串 撰文古朴的同龄 在铁符河下游方向 不断反复地跨越河面 大踏步四处游荡 以防妖媚隐匿在暗处 伺击害人 于是陈平安一行人 就这么收拾好行李后 全部待在原地 眼睁睁看着珠和 无头苍蝇似的乱窜 李怀是乐不可知 临手一是满怀好奇心 而朱露觉得丢人现眼 恨不得把爹拽回来 别再这么瞎折腾 给人笑话了 到底是脸皮子薄的少女啊 陈平安无意间发现 阿良神色平静 丝毫没有像以往那般 调侃打去珠和 看到陈平安的视线后 阿良摘起了酒葫芦笑问 真不合啊 陈平安摇了摇头 阿良便转头问林手一 小子 遇见了不常见的妖怪 而且还不是一个俩的 难得呀 要不要喝口酒压压惊 林手一不知为何 估计是生平第一次 遇到传说中的妖物 大开眼睛 少年心中有些异动 破天荒的点头 喝一口试试看 阿良斜撇了眼陈平安 总算恢复完事不公的常态 看看人家 有口福了啊 你小子呀 就没躺着想福的命 林手一接过银色小葫芦 仰头轻轻抿了一口 顺时间满脸通红 养尊处优的少年 本就皮肤白皙 越发的红光满面了 少年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免得一口喷出来 喉咙滚烫 入肚之后 五脏六腑都像是在燃烧 整个人都在打颤 第一次喝酒就来了个下马威 少年狼狈不堪 眼见着李怀捧腹大笑 自尊心极强的林手一咬了咬牙 就要再喝一口 不曾想阿良已经伸手拿回小葫芦 一手轻轻按住少年肩膀 笑眯眯的说 喝酒不贪杯才有乐趣 以后每天给你喝一口 保证这世上从此多一个逍遥忘忧人 李怀人小鬼精 笑着拆穿阿良 不舍得给林手一多喝就直说 阿良从林手一肩膀上缩回手 叹了口气 能不心疼吗 我这酒来历极大价格极贵 关键是有价无市 林手一是撞了大运了 李怀试探性的问 给我喝一口 阿良赶紧在腰间别好了酒葫芦 年纪太小 气腹尚未成形 不易喝烈酒 否则会坏了你的根骨 李怀愣了愣 随即跳着脚的破口大骂 阿良 我干你娘 我前年的年夜饭就能用筷子偷偷蘸酒喝了 那可是咱们小镇最厉害的烧酒 连我爹都说我酒量随他 谁不知道我爹是小镇喝酒最凶的汉子 再说了 我从去年春开始 每个月就要被我爹丢到药酒桶里边泡着 低头就能喝到酒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阿良哎呦一声 随即瞥了眼气势汹汹的小屁孩 心想难怪了 这小小年纪就能跟上大部队的脚步 脚底板连个水泡都没长过 身体明显比邻手医还要强上不少 应该就是这药酒打凹体魄的缘故了 阿良 头一回饶有兴致的仔细打量李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竟然是被人以相当不俗的武学神通 故意遮掩了孩子的体内气象 如今阿良想要看 自然便没了这些迷障 于是在斗笠汉子的视野中 便呈现出一幅玄妙另类的山水形式图 去其皮肉 只看全身翘雪景象和气血游走 隐约有淡紫气生腾 山脉雄渐且牢固 水势汹涌且平稳 最终在一座翘雪内摆穿汇流 气争大泽不容小觑啊 阿良嘖嘖称奇 哎呦喂 我真没想到 我在路边随便认了个老丈人 还挺不一般呢 李怀啊 你爹姓慎名谁 说不定我这边的朋友认得呀 李怀突然沉默下来 病泱泱的独自走远 不愿意搭理阿良 临手一一边低声解释 李怀他爹叫李二 是小镇出了名的酒鬼混子 一年到头不务正业 以前在学术 李怀没少因为他爹被人嘲笑 一开始李怀也跟人吵架 好像还打过几次 后来估摸着是 觉着他爹是真没出息 久而久之 也就无所谓了 阿良忍俊不禁 小崽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临手一默默地记下了 约门过了半个时辰后 朱和终于返回了 他笑着说 方圆十里之内 同龄没有异样 咱们可以动身了 李宝平递过去一只水壶 朱叔叔辛苦了 朱和接过水壶 大大咧咧地回复了一句 小姐 这本就是粪内事 朱鹿看在眼中 眼神毁暗 转过头 望向铁浮河的瀑布大水 他咬着嘴唇 默不作声 少女心思情怀 如山风如水雾 不可琢磨 陈平安目不转睛地看着 朱和手中的那只镇妖灵 除了宁姑娘 那把能够自己飞来飞去的剑 朱和手中的同龄 是陈平安近距离亲眼见过的 第二样法宝 所以就看得格外专注 朱和不是小气人 大大方方地将那只同龄 交给少年 解释道 是出门前老祖宗赏赐下来的宝贝 老祖宗说 此物在仙家法宝当中 品级算不得高 只是没有幻化人形的妖魅精怪靠近 灵当便会无风自下 震荡出震震轻音 使人不受魅惑 也有警戒提醒的功效 老祖宗还笑称 那震震铃声 有凝神清心之效 如果胆子大一点的修行之人 大可以与妖物相邻而居 借此灵声修养心性 当然 前提是做邻居的妖物 无伤人之心 同时还要能够承受 灵声不断袭扰 如此修为高脾气好的妖物 不好找 故而老祖宗 也只是权当笑谈而已 禅平安小心翼翼抓住同龄把守 诸何千马与之并肩而行 大者为中 小者为灵 如果是仙家器物 大多有辟邪护宅的作用 寻常百姓家 喜欢在眼下悬挂风陵 自然更多是装饰 如果是专程从寺庙倒灌请来 经由高宫大德之士的经文护齿 应该确实可以遮挡煞气 蓄留福音 诸何看到少年轻轻摇晃同龄 他哈哈大笑 若无妖物靠近 里边的两颗铃铛不亦撼动 所以就不会有铃声传出了 要不然 白白让主人整天疑神疑鬼 岂不是遭了大罪了 陈平安也想通了气中关节 正要把珍贵异常的镇妖灵 交还给诸何 发现袖子一扯 红棉袄小姑娘满脸期待神色 看到诸何笑着点头后 就交给了李宝平 他双手抓住铃铛 翻来倒去 仔细地研究起来 时不时地伸手使劲扯动里头的铃铛 看得陈平安一阵心慌 不断地提醒他小心点 别扯坏了 陈平安一边盯着小姑娘 一边好奇地问 朱叔叔 和尚那些妖精不会害人吗 我们大骊 有很多这样的奇怪存在吗 诸何不是信口开河之辈 只拣选自己从老祖宗那边 亲口听来的话 咱们东宝兵州 幅园辽阔 尽使人口超过一千万户的 庞大王朝就多达十数个 名山大川更是不计其数 种种妙不可言的因缘忌讳之下 那些个山鬼精魅妖怪 侥幸划行 踏足修行之路 不常见 却也算不得如何罕见 咱们老祖宗便说过 跟我们小镇不一样 外边天地 只要不是太过偏远闭塞的东宝平州人士 对此多有所耳闻 虽然未必人人亲眼目睹 但是往往听多了 拜官也是神仙智怪 以至于很多市井百姓坚信 在那些人际罕至的深山谷寺里 往往住着妖艳动人的小狐娘子 等着进京赶考的穷书生 又或是 哪里有妖精作祟害人 只需书信一封给龙虎山 必有天师府的真人 腾云驾鹤而至 为当地百姓斩妖除魔 以至于有情水处 必有志同口口传诵 有妖魔鬼怪作祟处 必有天师府真人 总之啊 我们这一路情趣 不要大惊小怪就是 当然更要小心 老祖宗说 妖物一旦化作人形 而不是用一些障眼法 迷惑人眼的话 那万便等同于半个修行之人 大离朝廷对此乐见其成 非但不会打压排挤 反而会破例允许 在版图上开山立派 只需要在礼部挂案即可 不过碍于某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大离朝堂尚未吸纳妖媚精怪 计身其重 倒是边境沙场 传言多有妖修 为大离建功礼 平时日常起居 风俗人情 看上去啊 跟人已无差异 诸和这番话说的通俗易懂 趣味十足 陈平安听的津津有味 李怀林首一更是竖起耳朵 一个字也不肯错过 唯有走在最前头的阿良 带着斗笠牵着毛驴 手心轻轻拍打着刀柄 轻轻哼着走调的异乡小曲 走在队伍最后的少女朱璐 更是心不在焉 好似离乡越远 思乡越浓 在这支南下队伍 走出一个时辰后 在龙须溪和铁符河交界处的那条瀑布 一位中年妇人模样身段的女子 出现在石崖上 坐在边缘 一头压青色青丝 竟然长达五六丈 从头到脚 再延伸到溪水当中 妇人低头死死盯着 铁符河瀑布下的汹涌河水 眼神炙热 充满垂涎 妇人面貌模糊 变换不定 似乎尚未真正定型 在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 和婆和神一字之差 无论是地位还是修为 皆是云泥之别 他最多只能游业之词 再往下就过界了 就像人间郡县官员不可擅离职守 为王朝镇守一地风水的山水正神 更是如此 否则就会引发洪水泛滥种种灾祸意下 如今成神在即 他当然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自找麻烦 他曾偷偷沿着溪水往上游深山潜伏而去 结果只是被大骊朝廷一位临水官铺的青乌先生 随意瞧了一眼就只觉得头皮炸裂 在那之后他再不敢小觑小镇之外的高人一世了 这一路他尾随至此可不是什么包藏祸心 只是听命于圣人阮师 小心盯着那位不知深浅的斗笠汉子 以防披露 他这些日夜观察做的兢兢业业 不敢有丝毫懈怠 为时是那位手镯化为火龙的小姑娘 让夫人吓得不轻 尤其是让自己窃居和婆之位的那位大仙 杨老头泄露天气之后 他更怕有朝一日沦为小姑娘的正道契机 简直是怕到了骨子里 成为和婆之后 体会到了种种妙不可言的神通 比如每天都在烦恼还原 比如水中游液就会通体舒坦 又比如每逢大雨天气 他就能够通过地下水或是天井雨幕 借此查看小镇风景 更比如这些天的不断辛苦收集 在河底很是搜罗到了几样好东西 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其中一枚必于戒指 就被他戴在自己手上 一有空了就拿出来欣赏 如那市井夫人佩戴黄金事物 沾沾自喜 越是如此高于俗人一头 他骨子里深处 越是惧怕养老头和性软的小姑娘 因为这两人呢 仿佛随手就能毁掉他现在的一切 他收敛杂乱思绪环顾四周 如今黎珠洞天与大黎江土接壤混淆 灵气充沛成为七十二福地一般的修行好地方 使得外方许多飞禽走兽开始向这流窜 尤其是那些灵智开窍的山野精怪 更是凭借本能济熄着节族仙灯 早早的占据一方风水宝地 看护着一地风水 那本就是山神和神的职责所在 他如今便已经在龙须溪当中 收了几条长出龙须的锦里做喽啰 平时出行啊 众多水族灵物 充当护从跟随护驾 让他很是满足 所以他虽然暂时无法游入铁符河 但是必须守住瀑布这道关爱 争取收一些天经地义的过路钱 关于这件事 杨老头是点头认可的 于是呢 他就格外有底气 名正言顺地在此耀武扬威 只不过内心深处 生性谨小甚微的妇人 依然有些惶惶不安 生怕外边的过江龙打个喷嚏 就能淹死他这条龙须溪的小小和婆 总算来了 再也不是毕命之时老玉模样的长发妇人 眯起眼望向铁符河对岸 做贼似的武人 之前和婆躲在瀑布顶部的溪水当中 举目远眺 那五人来势汹汹 架子摆得很足 一个比一个像神仙众人 差点啊 就要让他生出退避三舍的怯懦念头 只是后来五个妖气轻重不一的家伙 不知为何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 如此一来 不管那五位为何而退 总之他就再无拒异了 心中反而只剩下讥讽和洋洋得意 自己如今不但正儿八经为圣人阮尸做事 为他注尽用水加重银寒之气 还是曾被秀秀姑娘那条火龙踩在脚底下 还能够节吼余生的角色 这难道不值得骄傲 一想到这些呀 他便心闻许多 竭力让自己面容平淡 装模作样的坐在大石崖畔 冷冷望着溪水对岸的五位妖物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身披缩衣 如人间喜好游山满水的年迈如是 有衣裳艳丽惹眼的丰满女子 一双勾人心魄的桃花眼眸 有志同小儿手持紫竹手杖 眉眼深沉 还有一双妖气最重的年轻少年少女 眼神怯生生躲在缩衣老人身后 不敢正眼看人 妖精鬼怪 遇人避让 遇神跪拜 这相传曾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 不成文规矩 只是如今神仙神旨除了那些被供奉起来的金身泥塑 一尊尊死气沉沉 早已难见真身 倒是市井巷弄的环口小儿 也晓得山上住着许多仙人 不过朝廷已欲输金字赤锋的山水正神 哪怕不是高高在上的五岳正神 在种类博杂的山鬼精魅眼中 除非修为境界高出对方太多 否则哪怕只是小小和婆 小山土地 依旧是高不可攀 不容得罪的官家贵人 小的们 本是大离边境的山林野修 路过宝地 拜见和神大人 所以老人毕恭毕敬 作依而拜 其身后脸色庄重 自古明山待圣人 我们来历不正 当然不敢以圣人自居 只有由衷的仰慕之心 如今洞天大开 咱们只是想着能够在圣人脚下 老老实实修行 日后大道有成 必然反补此方天地 还希望和神大人 今日能够借到一行 山林野修 算是这些妖物的常见自称 一般都是遇上了 修行高人后的自亲语气 和婆夫人 知截了当地说 一人一样见面礼 交出来后 如果我觉得不错 便亲自带你们去 小镇西边的大山 所以老人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 这位和神 如此爽快 坦诚 那持障志同 愤吻出声 他如今神位 不过是最低贱的和婆而已 咱们客气尊称一声和神 已是给他天大的脸面 竟然还敢当面所会 就不怕事后 大离朝廷一指令下 就让他打回原形 孤魂野鬼也做不得吗 这夫人可是 小镇杏花巷的 骂街高手啊 加上大仙 杨老头 给他套过一些底子 哪里会怕 这些个恐吓呢 反而清晰的 看出了 那帮人的色力内人 于是他底气更足 手一抬 那就速速滚远 胆敢靠近 龙须一百丈之内 就算你们 忤逆大离 川流正统 到时候啊 看谁吃不了 逗着走 志同勃然大怒 正要出言反驳 被慈眉善目的 索衣老人 猛然转头 一个凶狠 世人的眼神 狠狠瞪住 志同模样的山青 顿时 静若寒蝉 一筑香过后 五位山林野修 沿着溪水 向龙泉县行去 半身露出 龙须溪水的妇人 身上则多出了 五件东西 其中就有那根 原本志同手持的 紫竹小杖 晶莹剔透 灵气充沛 在溪水中游夜的妇人 暗自窃喜之余 突然有些莫名感伤 如果自己的孙子 还在杏花巷住着就好了 这些好东西呀 都能一股脑的送给他 只是不知 猴年马月才能见着孙子了 而且听说修行路上 一不留神 就会误入歧途 身死盗消 真正成长起来的幸运儿啊 凤毛麟角 一想到这个 和婆便有些兴致不高 身形一闪 而是潜入河底 在水中悄然乌液起来 却说陈平安一行人 沿着龙须西和铁浮河 缓缓南下 可日行六十余里 李宝平和李怀 都是角力 异于常人的孩子 林首一 虽然草鞋都磨破了两双 也是父家子弟 可不愿在两个理性孩子面前 叫苦认输 硬是熬着 加上陈平安教了他 用草药敷脚的土筏子 终究是咬牙熬过来了 队伍里有白驴和马匹 帮着驼物 所以走得并不算太艰难 陈平安心底很佩服 李宝平这三个孩子 于是游学两个字 以及读书人这个称呼 在草鞋少年心目中 分量愈发加重 龙泉县隶属于大黎永家郡 在很久之前 东宝平州所有王朝一起下诏 天下周郡县如果带龙字 皆需要避讳修改 换上其他字来顶替 如今龙泉县 估计是沾了黎珠洞天的光 才得以魄力 破碎洞天落地生根之处 比起早先悬空位置 已经往南偏移了许多 距离大黎南部边境的野夫关 若是车马走官到异路 其实不过越于时间 诸和在福禄街李家 应该翻阅过许多私藏家书 知晓许多门外事 陈平安呢 有事没事的就跟诸和讨教 反之呢 诸和也乐意跟少年请教一下 入山下水的规矩门道 阿良不知为何 喝酒的次数多了 说话的时候少了 邻首依自从喝过 银葫芦里的烈酒后 跟阿良走得很近 经常跟他问东问西 同时又成为小酒鬼的趋势 李宝平的小书箱里 摆着一部大黎朝廷 颁布的彩绘版郡线 开于图册 照理只有一周刺史雅鼠 才有资格存档密藏 按照图册显示 他们很快就要攀排一条 名为齐敦山的山脉 山路长达三百余里 途经永家白云在内四郡 一行人在山脚稍作休息 李怀看着宽不过 齐龙巷的小路呆若目击 震惊之后 他转头怒骂 阿良 这就是你说的义路 大黎朝廷特建的官马大道 鸡肠子一样细的破路 也算官道 义路俗称官马大道 将一座王朝疆土的全部郡线 相互衔接 义路啊 就像是人体经脉 一旦阻塞 就会气血不通 那放在国家身上 就是政令不行 阿良坐在路旁的一块宿木墩子上 仰头喝过酒后 他笑嘻嘻的说 一路也分等级 大验南部边境的野福关 有三条一路通往北方 齐墩山一路属于最小的一条 多用来运送瓷器呀 茶叶呀 经研之类的 以前人来人往很热闹 如今一座黎珠洞天 就这么往地上一摔 阻断了原本南北通道 这条一路就暂时弃而不用了 断了好些人的财路啊 许多货物都停滞在 齐墩山山脉南路的 一座水运码头那边 叫红猪镇 那儿的花船 大多是两三人的小船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 船上的解儿翘得狠 坐在船头或是船尾 一条条白花花大腿 就那么故意露给你看 在两岸酒铺的点壶酒 一碟花生米 不花钱就能白看一宿 婢女诸禄 赶紧弯腰捂住 自家小姐的耳朵 以免被这个登徒子的 浪荡言语捂了耳朵 她怒容道 我们不再红猪镇过夜 阿良用酒葫芦指了指一旁的 陈平安 过不过夜得问他 他才是管咱们钱袋子的 财神爷 朱禄眼神凌厉杀鸡重重 像是陈平安敢点头 他就敢杀人 陈平安看了看 朱禄的灵力眼神 想了想 脸色认真的说 肯定要在小镇停留 添置补充一些必需物品 至于要不要在那边过夜 得看那边客栈 旅社收钱贵不贵 我们人多 如果价格不公道 就只能算了 朱禄脸色阴沉 咄咄逼人 如果便宜 咱们就要住在那种 烟花纸粉的肮脏地方 陈平安 你有没有想过 我家小姐和林守一 都算是半个儒家子弟 还是山崖书院的学子 怎么可以 与那些伤风败俗的 女人毗邻而居 哪怕看不到 那些作偶画面 总会听到一些 不堪入耳的谜谜之音 陈平安硬着头皮回答 到了小镇再说 朱禄火冒三丈 朱河拦住了女儿 就按照平安说的 不要往下定论 到了那边再看 我们又不是一定要 在红竹镇过夜 朱禄伸手指着 陈平安 悠然气羞羞的说 幸好你不是读书人 要不然那些圣贤书 真是因你蒙羞 陈平安这一路上 跟李宝平和朱河 十字认字 看着大意凛然的朱禄 少年顿时 有些败下阵来 罪魁祸首阿良 在一旁幸灾乐祸 朱禄最后斜撇一眼 少年头上的碧玉簪子 觉得真是碍眼 他讥笑一声 幕后二冠 朱河轻声喝道 朱禄 李宝平和林首一 同时皱了皱眉 阿良懒洋洋的 喝了口酒 再好的酒 一直喝下去 也没什么滋味 转念想到洪竹镇的 新酿杏花春 就有些期待 想着怎么从陈平安那边 骗点银子来过过嘴瘾呢 陈平安欲言又止 终于还是没有开口 默默带着他们登山 只是入山之前 草仙少年依旧像以往那般 败了三败 这是姚老头传下来的老规矩 但是从不跟陈平安解释原由 陈平安这些年始终照做不悟 阿良对此嗤之以鼻 就连陈平安不要他随便坐树蹲子 他也从不理会 累了呀就一屁股坐下 就像现在那样大得咧咧 陈平安不是那种喜欢 把自己的喜好强加于人的人 劝过两次之后 阿良一直我行我素 也就不再劝阻 而且一路行来也无不妥 陈平安就更不会多嘴了 接下来这段漫长山路 虽是多青石铺就的异路 却颇为难行 暮春时节 山野草木却毫无耻目之气 草木深深花树怒放 生机勃勃 像是今年的春天呢 尤为漫长 迟迟不愿散场 山路弯曲 盘旋而上 一行人不管大小 腿上啊都裹了棉布行蝉 用以增长角力 人手持有一根木杖 当然还有陈平安 亲手编制的草鞋 就连行囊 备有好几双 结实靴子的 猪和猪禄妇女 也不例外 猪禄一开始死活不肯 嫌弃太过丑陋寒酸 后来入山遇上了雨天 山路泥泞不堪 经常脚底打滑 猪禄是登堂入室的武人 虽然不至于险象还生 却也亮相难堪 最后不得不从他爹手中 拿过草鞋默默换上 李怀偷着乐呵 被恼羞成怒的少女 一脚使劲踩在烂泥里 二镜巅峰的武人 有意为之的一脚踩踏 自然势大力沉 当场见得李怀半身泥浆 孩子家境贫寒 本就没带几身换洗衣物 立即就戳中了伤心处 哭得稀里哗啦 气喘吁吁的临手衣 不愿意掺和这摊子烂事 停步在旁边休息的时候 翻着白眼 诸和是性子淳朴的人 哪怕已是武镜的武人 依然耐着性子 跟孩子赔礼道歉 答应出了山进了市镇 一定给他买一整套啊 崭新的衣物 可孩子在意知识 就是自家穷苦 自己可怜 一看到那婢女的脾气这么坏 偏偏身边还跟着一个有钱的爹 孩子只觉得自己被伤口撒盐 哭得更加撕心裂肺 双脚使劲踩着泥泞地面 很快呀 就跟一只小泥猴似的 一来二去 所有人都心烦气躁起来 陈平安上前去劝说 李怀不愿听 陈平安很快就被连累的一身黄泥 所幸陈平安 什么苦头再也没受过呀 倒是也没急眼 只是有点无奈 朱禄趁机煽风点火 说看吧 好心没好报 陈平安呢 你就赶紧把这种没心没肺的东西丢下得了 李怀哭得更厉害了 李宝平大声呵斥也不管用 陈平安思来想去 最后只得试探性地问 李怀 我回头帮你做一只小烛箱 咋呀 那孩子立马就止住了哭声 胡乱地抹去了眼泪鼻涕 认真的问 多大的 陈平安回答 不能太大 你个子小 背起来不能觉着重才行 要是不答应 就当我没说 你继续哭 然后我们继续赶路 跟不跟得上随你 李怀咧嘴一笑 小可以 那一定得做得漂亮点 最少也要跟李宝平那只书香一样好看 朱禄嘖嘖道 上梁不挣下梁歪 小小年纪就学会坑门拐骗了 爹娘品性如何 不看便知 真是好正的家风 竹香即将到手的李怀 挤眉弄眼 差点把朱禄气得蹊跷生烟 陈平安转头对林守一说 给你也做一只书香 他笑了笑 反正也是顺手随便 林守一刚要摇头拒绝 听到后边那句话后 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齐敦山的山巅景象极其奇异 像是一个小镇常见的巨大晒谷场 地面平整 搁在这儿便如仙人以刀剑削去高耸山头一般 孩子们雀跃不已 就连朱河放眼远眺北方也颇为心旷神怡 恨不得长笑几声 陈平安是见惯山头的人 尤其是最后那趟进山 一座座山头一步步走过 此刻反而显得相对神色从容 今夜要在山顶过夜 朱河朱禄开始搭建帐篷 李怀和林守一跑去拾取毅然的柴鹅 陈平安和李宝平则用石子搭造主饭 如今几个行囊里的米粮和干菜都吃的差不多了 确实要寻一处闹事补给 陈平安为此一路上见到药材就摘下来放在碑楼里 因为翻山越岭熟门熟路腿脚利索 哪怕需要绕路攀岩山崖 一样很快就可以跟上队伍 不会耽误行程 如今呢 已经攒下了小瓣杯楼晒干的珍稀草药 争取能够少花一点积蓄啊 试一点 就这几叠子腌渍咸菜吃完米饭 阿良起头造反 带着李怀一起用筷子敲着白碗 嚷着要吃肉 陈平安点了点头 说今夜去做几个陷阱套子 看明早能不能带着几只山跳野鸡来开开婚 蛇有蛇到鼠有鼠路 山上走兽皆是如此 陈平安对此并不陌生 只要仔细观察 很容易就发现一些山林野兽觅食喝水的线路 而且以树木石块做成小巧陷阱并不复杂 熟能生巧 黄昏里彩霞满天 在少年独自离开山顶大平去碰运气后 没过多久 只见山巅四周 彩云聚散不定 速度极快 如顽劣孩童的变脸 而众人丝毫不觉得山风迅猛 与此同时 原本堂堂正正清清爽爽的山河景象 给有心人带来一种蒙上雾蔼的阴森感觉 这让诸和立即心情沉重起来 尽量不惊扰三个巨头背诵书籍的求学蒙同 也不去跟独自坐在崖畔发呆的女儿打招呼 诸和想了想 来到无人处 掏出怀中一本泛黄古籍 翻到中间开山一页 手指停在搓壤绝附近 仔细浏览那些细微如迎头的鲜红文字 翻过一页 则是两幅图案 一幅会有小山模样 只是底部山根如竹笋盘结 旁边空白处注解为太山符 一符为双手结印之玄奇手势 诸和神情凝重 断断续续默念 不断地加身印象 去山之东南之土各一仆 念玉字最佳 念山字一可 坟里竟山神符一张 脚踏奎缸二字 喝气一口 可向山神土地借取一山 气与地炼 他和尚古籍 小心翼翼放回怀中 诸和又从袖子里啊 拿出了一拢黄色符绿 抽出了一张黄纸 开始依循书上记载 去时平东方和南方 各自抓取了一把土壤 撵出一个骨体的月字 上山下狱 诸和正要搓染手中那张 李氏老祖赠送的黄符 突然吓了一大跳 原来阿良不知何时 蹲在他旁边 他提着酒壶 笑嘻嘻地说 你手上那张寻常材质的 入山路 下笔之人的画符手法 还是不错的 但是符路一到 一步差不得 纸张材质 如人之根骨一般重要 所以他可承受不起月字的重量 所以我劝你写个简体的月字就可以了 省得请神没成 还惹恼了山神 诸和毕竟是第一次接触到传说中的山精神怪 他有些紧张 阿良前辈 这齐敦山真有那土地或是山神盘踞 可为何还有这么重的阴傻之气 阿良悠悠然喝了口酒 痴笑一声 谁跟你说山神土地一定是性情良善之辈 诸和满脸错愕 不然 我就是随口一说 天晓得这里的主人家代客的脾气是好是坏 诸和猛然惊醒 不好 陈平安一个人不在山顶啊 阿良点了点头 诸和火急火燎的说 阿良前辈 你去找陈平安 我继续完成这道搓壤成山诀 诸和 我诸和只是五进五任 对付士族高手 自信还有一搏之力 可对付那些古怪东西 真是心里没底啊 阿良笑着起身 大摇大摆的离去 轻飘飘的撂写一句话 诶 那你自己小心啊 话说 诸和按部就班完成那道搓壤成山诀 撵出月字 烧掉黄符 踏钢喝气 最后双指变笼 对着地面上的土符轻声念叨 凤三山九猴先生律令 是 诸和始终保持这个手指朝地的姿势 神色越来越尴尬 因为地面上的那个月字 纹丝不动 诸和额头渗出汗水 几个保证服录灵验的紧要处 例如烧符之石 从自身何处弃府 注入黄符多少真气等等 诸和自问都没披露啊 按理来说应该大功告成才对 按照范环古籍所记载的解释 开山片中所谓的黏土造山 并非实实在在出现一座山峰 这与走水片中 名副其实的土拓横江符大不相同 搓壤之后 这个月字将会成为一地山神土地 走出七夕洞府的桥梁 只要不是太过蛮横的非分之想 那么被邀请出山的神奇多半会答应烧符之人的要求 因为那张黄纸符录本身就类似一份灯门礼 坐镇一方山水的神灵只要出现 就意味着他们愿意开门迎客 可是诸和觉得自己这次临时抱佛脚的请神仪式 多半是黄了 但是当诸和寻着一阵巨大声响 向山脊望去 树木依次轰然倒塌 明显是有庞然大物在飞快登山 矛头直指山顶石平众人 以排山倒海之势 迅猛向上 响彻山脉的惊人动静 使得诸鹿李宝平他们迅速的向诸和靠拢 诸和转头沉生 退回去 你们站在石平中间 不要轻去妄动 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随意靠近我这边 年纪最小的李怀脸色苍白 扯了扯身旁李宝平的袖子 不会是吃人的妖怪吧 要不然就是山神作祟 之前陈平安告诉阿良 别随便乱做树墩子 说那是山神老爷的交椅 做不得 李宝平双臂还凶 凶有成竹 我们不要自乱阵脚 就算朱叔叔挡不住那东西 小师叔和阿良很快就会赶来帮忙 只是红棉袄小姑娘的白袭双手 手背上青筋站起 显然并没有他表面那么镇定自若 林首一反而是最镇静的一个 眼神中隐藏着期待 朱露望向父亲的背影 他其实比李怀更加担心 朱和突然低下头 看到一个身高不及腰部的挨小老头 拉里拉遢的白发白须 手持着一根墨绿竹边拐杖 此时他正狠狠地打着朱和的小腿 像是撒泼蟹粪的无赖 等到朱和低头后 老翁与他对视片刻 性情然收回手 退后竖步 沙哑开口 小不小的东宝平周大雅言 朱和愣愣地点头 老翁又问 那大黎官话呢 朱和再次点头 尚未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那老翁手持绿杖 跳起身就给朱和肩头一拐杖 落地后 朱和没什么感觉 老翁自己一个亮枪 差点没摔倒了 赶紧一手扶住老妖 气急败坏地用大黎官话痛骂 看你祖宗十八代 屁大本事没有 害人能耐算你最厉害 老子像缩头老鼠一样 可怜兮兮躲了那畜生几百年了 本以为就这么苟延残喘下去 好不容易能够等到这次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 只等大黎朝廷这波大肆赤风山水正身的东风 老子就能媳妇熬成婆 总算可以从土地升为山神 以后再也不用烧着窝囊气 哪怕依然斗不过他们 好歹也能勉强果腹不是 这老翁一边骂骂咧咧 一边抬着胳膊擦拭眼泪 悲愤欲绝 最后啊 用竹杖使劲地敲打地面 有本事 自己去跟那畜生厮杀呀 干你祖宗十八代的王不但歪呀 用一张破符非得把老子揪出来 想躲都没法躲 结果要跟你们这帮爱千道的一起葬身蛇妇 殉情啊 老子是二八娇娘还是徐娘扮老咋的 你难道就耗我这口 啊 啊 大声告诉我 干你祖宗 绿竹老翁像是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 一个字说不出口了 朱河转头望去 毛骨悚然 一颗硕大如水缸的漆黑头颅 从山脊那边缓缓抬起 最后完整地出现在山巅石屏的众人视线当中 一双银色眼眸 一条星红舌头长如大木 飞快摇动 嘶嘶作响 这条大道惊世骇俗的黑蛇 半截身躯缓缓挪到石瓶上 头背皆有对称大鳞 通体漆黑如墨 在阳光映照下溢溢升辉 虽是畜生 他的眼神却极其似人 醋独华玩味的望着须发打劫乱如麻的白衣 老翁好像在说猫抓耗子这么多年总算是逮住你了 那老翁仿佛认命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丢了那跟相依为命的竹杖 垂胸蹬腿 嚎啕大哭 糟念啊 堂堂一山土地 老爷到头来 被畜生欺负到这个田地 这日子没法过来 黑蛇缓缓直起腰身 抬升头颅 腹部露出一双小爪 如世俗王朝翻网莽符上所绣图案的四指 而非帝王龙袍上的那种五指 可这一指之差 对山巅众人和自称土地的矮小老翁而言 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那老翁眼珠子突然滴溜溜乱转 猛然站起身来 仰着脑袋望向那条黑蛇 惊喜的说 这五人莽夫的皮肉肯定凑得很 你是为了身后那些皮划肉嫩的小娃娃们来的 因为他们一个比一个灵气十足 对不对 这老翁越说越兴奋唾沫星子四贱 吃吃吃吃吃 尽管吃 吃饱了 吃饱了你就能够成就莫娇真身 再也不用惦记我这点臭皮呢 到时候小老儿我成了大骊齐蹲山山神 你争取做你的走江龙 在走江之前 这儿依旧你是山带吧 能够在小老儿头顶上拉屎撒尿 所以你现在吃我没意义啊 对不对 吃了虽然能够增长丁点修为 可小老儿我毕竟是土地神奇之一啊 对你将来走江入海为龙也是个大坎儿 因为那些江河湖水的正神们一定会同仇敌侃 一路上不断给你下绊子 黑蛇那张大嘴轻轻裂出一条细缝 如人讥讽而笑 他的头颅往老翁身后点了点 老翁再次呆若木鸡 一屁股颓然坐地 这次没有老泪纵横 只是干好 一股一母要正道 你吃了那帮灵丹妙药式的儒家小娃儿 为走江画龙奠定基础 你那婆娘吃了我 一便顺利篡位成为下人山神 好算你好算你 我认栽认栽 小老儿认栽了 衣衫褂褛的白衣老翁眼神痴呆 你难道 大道难料 不过如此 极其久远的岁月里 曾有两位得道仙人连妹腾云驾雾 兴致偶起降落此山 一骑于山巅 一人拂袖即萧去山头 手指作剑画出纵横十九道 一人捏土鳞为黑旗 抓云根为白旗 双方手弹粤鱼 双方每落一子 其子即生根 化为天地生灵 黑旗为黑蛇 白旗为白马 盘骑于山巅旗盘之上 纹丝不动 白子被吃 便被附近的黑蛇吞食入腹 反之亦然 那盘棋局势均力敌 两位数法通天的仙人 不等胜负水落石出 便尽兴离去 离山之时 山顶上还剩下一百多条黑白蛇蟒 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 黑蛇白蟒相互厮杀 疯狂吞噬对方 最终只存活下来一条 有望褪皮为墨胶的黑蛇 和一条腰间生出 飞翅的灵性白蟒 不知为何呀 这双黑白蛇蟒 竟然不再捉对厮杀 而是成了一双伴侣 却说盘踞于棋盘山上的 这对蛇蟒 极其狡猾奸诈 一开始对于 能够造成威胁的修士 轻易不去招惹 只拣选那些 落单的旅人山谷下手 而且次数绝不频繁 多在暴雨大雪天气里 出动杀人 数百年来 凭借自身天生的长寿 一点点积攒肉身实力 耐心等待正道机缘的到来 一次次精准捕杀目标 也开始有意挑选 那些入流的武人和炼气士下嘴 使得他们的实力攀升越来越快 以至于连一山土地 都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盘中餐了 早期双方期时相安无事 土地奈何不得他们为祸一方 他们呢也抓不住 泥秋一般滑溜的土地老翁 就在这时候 李怀实在忍不住了 他在一旁跳着脚的骂 就你这种货色 也配做土地神仙 老天爷没瞎眼啊 老翁背对着那拨孩子 用竹杖使劲砸了一下石瓶 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 只是没好气的小声嘀咕 大概是真瞎了 朱禄其实是最气恼愤怒的人 可当他看到那条黑蛇后 少女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二镜巅峰的他 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 与这种怪物对峙的勇气 哪怕一步 只是一步 他也没胆量踏出去 朱河到底是武镜的武人 胆气十足 再者也容不得他退缩半步 身后就是自己小姐 还有自己女儿 这个男人已经不敢擅自转身 竭力怒吼提醒 朱禄 小心身后牙判 还有一条畜生躲在暗处 少女只能嘴唇微动 似乎是想告诉他爹不用担心 可嗓音之小 细弱文盈 武人诸和根本顾不得这些了 眼前这条悠悠然晃动头颅的黑蛇 就已经带给他近乎窒息的威慑感 石崖峭壁外的空中 一阵嗡嗡声刺耳响起 朱禄和李宝平他们恶然转头 一条身躯略显纤细的雪白蟒蛇 悬停在悬崖外不远处的高空 他并没生出四爪 但是有一双近乎透明的翅膀正在飞快地震动 他一双阴沉眼眸死死盯住少女诸禄 一次次吐信不断有白色浓稠的蛇弦坠落 简直就是老涛在垂涎一道美味 他打亮着清秀少女的身段 最后视线凝固在少女的那张脸庞上 被这头畜生凝视的朱禄啊 只觉得双腿一软全身无力 他虽然没有跌倒 但是呼吸困难起来 少女心知肚明 别说出拳退敌 就是动一下手指头 都已是奢望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那张平时颇为自傲的脸蛋 早已满是泪水 自习武第一天起 就对江湖充满着憧憬的少女 在这一刻充满痛苦和悔恨 他不该死在这儿 他们怎么可以死在这儿呢 少女那双泪水盈眶的秋水眼眸 充满祈求 白莽对于少女的可怜眼神啊 根本无动于衷 他只是使劲盯着那张 楚楚可怜的少女脸庞 愈发的垂涎三尺 好像下一刻 这张脸庞就会变成她的容颜 土地老翁 看似垂头丧气 耸了这脑袋 其实眼珠子就没停过 眼角余光 一直撇向那个黏土而成的月子 附着那张黄符烧出的灰烬 如果有用的话 他恨不得趴地上鼓起腮帮子 把那些灰烬从月子上吹走 只可惜他知道 这只是徒劳无功 林首一一开始有些焦急了 他左右的张望 反倒是李怀扯了扯嘴角 想哭又没哭出来 蹲下身 背靠着李宝平脚边的绿色小竹箱 双手抱住膝盖 背后传来阵阵清凉 这个孩子有些想念娘亲一天到晚的骂声 爹每天晚上打雷憨声 唯有李宝平 眼神越来越坚定 小姑娘虽然满头汗水 可是高高抬起下巴 毫无距异 黑蛇骤然头颅就撞向了珠河 一直摒弃宁神小心蓄力的珠河 一脚后撤 一脚前踏 以正面一拳 硬扛黑蛇的巨大头颅 珠河拳刚刚猛 一拳之后 竟是打的那颗头颅轰然巨响 剧烈冲击之下 黑蛇脑袋往后一个晃荡 上半身直起的庞大身躯 也随之后仰几分 手臂苏麻的珠河一咬牙 下陷半尺的双脚 迅速从石瓶当中拔起 身形不退反进 大步前出 每一步都在山顶石板上 重重踏出凹陷脚印 方才硬碰硬一撞 珠河不认为自己没有一战之力 黑蛇再次蛮横 以头直撞而来 珠河体内气气流转如江河绝地 血气木然雄壮 手臂肌肉骨胀几乎要撑破袖子 他怒吓一声 一拳凶狠地砸在那头 孽触的头颅正珠 势大力尘的倾力一击 爆发出铁锤 砸剧钟般的雄魂声势 水缸大小的蛇头被一拳砸得摔在石瓶上 扬起无数尘土 占据上风的珠河正要趁胜追击 身后不远处的土地老翁轻轻叹息 有一物拦腰横扫而至 速度之快 远胜于之前黑蛇的两次出头冲撞 瞬间就砸在珠河身侧 他整个人被扫出去十来仗 虽未被一击致命 可珠河皮开肉战不说 满脸是血 显然受伤不轻 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堪堪止住了后推势头 强提一口气 咽下了永至喉咙的那口鲜血 顾不得伤其肺腑 就要继续前冲 继续与那聂处拼命 原来黑蛇前两次故意示弱 只为了这一次快若闪电的扫尾 来做铺垫 珠河瞪大眼睛甘胆欲裂 眼角余光之中 白蟒身躯一拱 骤然发力 对着他女儿诸鹿发起攻击 那张血盆大口 触目惊心 就在此刻 一道消瘦身形 沿着黑蛇背脊 一路飞奔 最后踩在头颅之上 纵身一跃 少年手持柴刀 不像那条白蟒 在千军一发之际 这位草鞋少年 一刀刚好劈断白蟒 左边的翅膀 但是少年也一样 被身躯倾斜的白蟒 狠狠撞得倒飞出去 却说那石屏下的山脊某处 斗笠汉子坐在一颗老松 横出悬崖外的枝干上 小口喝着酒 面无表情 他扶了扶斗笠 嗨儿一笑 你如果是最后